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海军6号发布初步调查结果 目前排除人为因素及机械因素 橡皮艇翻覆海域水深仅1.5米 但相关人员瞬间被呛水 无法及时自救 据台湾媒体报道 7月3号 台海军陆战队在高雄陶泽园海滩演训期间 发生橡皮艇翻船事故 造成7人落海 4人被救起后紧急送医抢救 最终两死一重伤 6号下午 台海军举行记者会 说明这起亿万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 有媒体询问 当时橡皮艇翻覆海域水深多少 台军陆军指挥部副指挥官马群超表示 是1.5米 媒体随即质疑 相关人员为何无法站立或自救 台军方解释称 当时船是从船尾往前翻 人员瞬间被海浪呛水 才无法及时自救 相关人员身穿救生衣 加上海浪等因素会无法站立 台海军司令部政战主任孙长德则称 相关人员脚下是杀案 不同时间因水流关系 每个位置的水深都不太一样 至于正确的数字还要再确认 水深是150公分 对吧 水深最浅为1.5公尺 最深为10公尺 另外台军方还指出 意外原因初步排除人为因素及机械因素 综合判断 海向增强 涌浪过高的环境因素 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8点40分 左营海域超远地区海向逐渐增强 到了8点48分的时候 2号艇 6号突击艇 因为受到后方涌浪的推击 台海军陆战队3号发生的橡皮艇翻覆意外 除了造成两名士兵死亡 负责训练他们的教官 5号也在宿舍轻生 送医后不治身亡 为挽救士气 蔡英文6号下午临时前往高雄 未免台海军陆战队 蔡英文称 当局会给予这次意外事故中 受伤或身故的官兵最好的照顾 也要给家属最大的协助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汉光演习至今举行36次 已经发生过12次重大事故 台海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坤 日前出席中医药学术论坛时宣称 台湾可以将中医中药改称为所谓台医台药 如此荒谬的言论立刻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面对舆论反弹 游锡坤6号再解释 说自己只是提供大家讨论方向 要不要改名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只有台湾现在 出席中医药学术论坤却想着给中医改名令人傻眼 国民党及前敏代孙大谦表示 民进党当局现在是反中反到头壳坏掉了吗 孙大谦指出台湾和大陆分享了同样的历史文化的传承 无法改变也不需要改变 太过敏感逢中必反 已经到一个无以附加的一个境地了 是不是政府干脆要颁一个字典 把禁用字说出来 比如说中这个字在台湾可能就会变成禁用字 或者是说 如果在台湾的中医要叫做台医的话 那在我们金门的中医要叫金医吗 在马祖的中医叫马医 澎湖的叫彭医是吗 受到舆论的压力 游熙坤6号赶紧出面进行解释 这些医师认为说 真的是沦为意识形态 你怎么看 这个部分大概可以讲 就是说大家可以 大家交换意见 然后大家讨论 并不是我能决定的 而游熙坤的台医说 四家人听了似乎也很尴尬 无法表达立场 游院长丢出这个议题 让大家可以讨论 让大家可以深思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到底能不能做 可不可行 我觉得这个就有待于 有关单位 大家一起讨论 事实上 变中为台 已经成为岛内绿营的常规操作 岛内亲绿节目主持人彭文正 就曾在节目中 公开将重肯改为台肯 古今中外改成古今台外 当时有网民对此打趣称 所谓台独们的脑残片又忘吃了 有网民表示 即便是换成台字 也永远改不掉台 是中国字的事实 身为政治人物 一言一行都要接受公众检视 自然要为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坤 应该没想到自己的游视语录 新天上的一笔会招致舆论反弹如此强烈 今天台湾联合报黑白集发表社论文章 提为游锡均别再自爆其短文章指出 游锡坤的所谓汉药汉衣说是抄袭日本 所谓台衣台药说则是仿自韩国越南 缺乏自信的人才需要这样东朝西考 没有自己的主见 而去掉个中字所谓台衣就能够发扬光大了吗 民进党就离所谓独立更进一步了吗 这只是关起门来自嗨罢了 该文章还列举了游锡坤 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四个多月来的种种失格言行 一针见血的评论 其闹笑话比拜正是多 包括他高薪聘请前民代洪慈庸 担任台立法机构所谓机要顾问 令各界哗然 在脸书中报案 抱怨被恐吓 却没有警察来关心 文章调侃 一路种种失言 对照这次中医中药更名说 也算是游锡坤超越游锡坤了 但立法机构负责人一再失格 只会让人看笑话 游锡坤如果继续自报其短 才真的会有伤台湾形象 台湾中国时报则刊登了资深媒体人 毛嘉庆的评论性文章 题为逢中就起机的游锡坤们 文中指出游锡坤是民进党所谓政国会派系龙头 长期以所谓独派自居 此番言论明显是要提醒台湾民众 其所谓去中国化用心之身 游锡坤身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只在乎有没有叫卖舞台 营销逻辑谬误的所谓台独言论 毛嘉庆指出 如今游锡坤发表所谓台一言论 遭到不少嘲讽 他却还是嬉皮笑脸的说他个人浅见 仅提供讨论 这岂不摆明是所谓台独 只是他们个人挂在嘴边牟利的工具吗 以游锡坤为代表的这群人 长期以来就是靠此道 在台湾的政治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好 以上就是对今天台湾岛内媒体和舆论的梳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 6号出席台北市的经济转型论坛 他再次抨击民进党当局 发放所谓的振兴三倍券 不会有振兴效果 由于三倍券也是陈其迈 在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时 参与的政策 柯文哲也频频开枪 也被认为是剑指高雄市长不选 泡轰台湾的数字化推行不利 台北市长柯文哲又开枪 炮口对准民进党当局的 所谓振兴三倍券 为消费先唱衰 柯文哲6号出席台北市政府 经济转型论坛 蒙找所谓振兴三倍券的弱点 刚好这也是陈其迈担任台行政机构 负职负责人时参与的政策 外界因此质疑 柯文哲的目的是剑指高雄市长不选 在此之前身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已经翻出15年前 陈其迈代理高雄市长时 发生的泰国劳工暴动事件 质问陈其迈改了吗 只是有媒体认为 柯文哲这样很不好 是在打负面选举的乌贼战 要台湾民众党回归政策对决 不要连格调都输了 对此柯文哲回击 他不认为这是负面选战 柯文哲卯足全力 只采绿营痛楚 想争取声量 但也有负面评价 国民党高雄市长 补选参选人李梅珍 6号以市议员的身份 在议会总质询 他霸气的说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质询 未来应该会坐在高雄市长的位置上 不过被问及 是否会跟随前市长韩国瑜的政策 他没有正面回应 李梅珍6号在高雄市议会 参加总质询 展现对市长位置的势在必得 经费 那我希望我们的麦麦叔叔 可以在立法院来替我们高雄争取 高雄市府就让梅珍来执行 不止豪气放话 李梅珍还当场预言 说要模拟一下市长角色 考验各局处官员 究竟合不合格 未来的代理市长就先预计交接 因为未来你们有可能交接给我 所以今天我要来检视一下 我们的市府到目前为止 做到的是什么情况 而在质询高雄市劳工局代理局长时 李梅珍更拉高分贝 称对方打询还分颜色 我看你应该是搞错方向了 8月15号之后不是民进党做市长 是我李梅珍当市长 你可能搞错了 竟然两个人做不一样的回答 这有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这种质询了 所以我很珍惜 他们可能没想到我是会这样子的问答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们表现得有点激张 利用市议会质询的机会 李梅珍展开当市长的预言 但对于未来是否跟随韩国瑜的政策 他没有正面答复 除了高雄市长补选 高雄市议长补选也即将举行 对于这一战 国民党更有不能输的压力 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6号就直言 如果这一战都没有稳住 他跟江启臣都要走人 针对外传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 在明年党主席选举中 可能出来挑战现任党主席江启臣 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6号 上广播节目笑着回应 话说得很直接 朱立伦真的在斗江启臣吗 李乾隆不否认有江珠之争 但他表示一个党要有竞争 这也不是坏事 不过提到高雄市议长补选的话题 他就没这么轻松了 高雄市长和高雄市议长补选即将举行 眼下国民党的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李梅珍声势 还大幅落后民进党的陈其迈 若是连议长之战都败 很有可能让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上任后 没有战功 因此国民党中央压力巨大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有两名蓝营的高雄市议员宣布退出党团运作 守护高雄 听看听 过去总是力挺韩国瑜的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还有属于王金平阵营的高雄市议员吴立成 日前都递交退出党团运作的声明 让国民党面对的形势越发危急 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6号受访时表示 有信心保住高雄市议长一席 希望高雄市议会各位党籍市议员同心协力 至于两名党籍市议员退出党团运作 江启臣认为这是暂时的 希望党团运作能够更和谐 赶快找到共同方向 马英九日前罕见的戴墨镜出席活动 在室内也都戴墨镜 被外界猜测是否去做了双眼皮手术 马败发言人6号证实 马英九因为眼瞼下垂 怕影响未来的视力 确实动了眼部手术 同时遵照医生的建议也顺便割了眼袋 进到室内还是全程戴着墨镜 马英九被问到眼睛怎么了 反应很快 你是割双眼皮吗 拜托好不好 我以前是单眼皮 不是 谢谢 有问必答 但的确不是割双眼皮 正面来看的话 事实上这个疤很好 老实说他还是看得到 明显的就是他这个眼瞼 他这边这里 他有点红红重重 英美医师一眼就看出来 原来马英九是做了眼瞼下垂 和割眼袋的手术 马英九办公室也证实如此 原因是马英九 长期有眼瞼下垂的困扰 因为怕影响未来视力 一是建议他做手术 更建议眼袋问题 一并处理 后面这边因为他往下掉 所以他会遮挡我们的视力 譬如说我们有客人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如果他要看旁边也没有车 他没有办法用眼角的余光去看 眼袋来讲 事实上就是说会让我们看起来非常没精神 处理眼袋的话 事实上可以让我们看起来荣光焕发 马英九从政多年 讲到政坛帅哥还是常常被拿出来讨论 对比学生时期的马英九 虽然脸色音没什么变 但当然还是有差 毕竟马英九下周就要满70岁了 眼不微调 也会让面容更有精神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的大女儿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 圆仔六号满七岁了 圆方特地邀请了近百位民众 一起为圆仔庆生 更特别的是 中国大陆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都江宴基地 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为大熊猫送上了生日的祝福 让圆仔的七岁生日过得与众不同 今年圆仔的生日惊喜 是在保育园的创意发挥下 由烤臭豆腐 大肠包小肠 错冰 珍珠奶茶等七种台湾小吃为异象 由大熊猫日常食材制作成的特别蛋糕 不过圆仔似乎胃口不佳 并未赏脸 圆方表示 圆仔最近正属于甲运的尾巴 所以对食物比较挑剔 除此之外 圆仔十分的健康 圆仔七年来 我们一直照顾它 从一样是183公克 长到现在最新的数字呢 圆仔昨天测量的体重 已经达到109.6公斤 参考价值是 爸爸的127.6公斤 妈妈的113.8公斤 所以它是成长良好 但是应该蛮快就可以追上 爸爸妈妈的身价跟体重 圆仔生日快乐 刚满7岁的圆仔 上周才升格当姐姐 6号是逢台北市立动物园 熊猫馆休馆日 未开放游客参观 但圆方仍以迎对活动方式 邀请近百位民众到场 一起为圆仔举行庆生会 大家都为圆仔送上 最美好的祝福 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祝他身体健康 台北市立动物园内 圆仔生日会进行的同时 圆在四川的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都江宴基地 也举行活动为圆仔庆生 海峡两岸通过视频 连线的方式护制问候 而不仅仅是庆生 圆仔的生育问题 也在两岸专家的 共同关注当中 沃龙方面也都很关注 圆仔的生日 所以当然双方的情谊 都很深厚 我们就知道大公主 其实后续 希望在今年十一月的 专家群会议里面 我们能够把圆仔 是不是要找到 如意狼君的这件事情 能够列入讨论项目 那当然今年的会议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会改成线上 不过专家群的研判 讨论可能线上也是可以进行 所以我们还是会 积极希望能够被纳入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新当选的东京都知识 小池百合子六号 分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东京澳组委主席 森西朗会面 三人都表示要加强合作 准备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 小池身穿竞选用的马甲 与安倍见面 安倍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还说 小池知识和我 必须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才能使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成功 小池在会见后告诉记者 安倍向他介绍了 日本疫苗开发的情况 他希望日本尽快开发出疫苗 东京都确诊病例当天连续第五天过百 小池并不是特别担心 因为他认为重症患者很少 医疗体系也到位 东京澳组委主席森西朗当天也与小池会面 两人同意加强合作战胜疫情 双方还决定9月开始将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磋商 譬如国外运动员来日本防疫的问题 限制人数的问题等等 日本奥委会的相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见 会面后 森西朗接受采访时再次指出 减半奥运并不容易 并称由于转播权合同的限制 缩短开幕式时间也很难做到 今年3月 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共同宣布 受疫情影响 原定于今年7月开幕的东京奥运会 推迟一年 至2021年7月23号开幕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受停滞的煤雨封面影响 日本九州地区6号持续强降雨 其中雄本县灾区部分地区因河流水位上升 再次无法通行 警方消防等搜救活动遇阻 不少地区陷入隔绝状态 很多灾区电和水道无法使用或电话不通 综合日本NHK电视台每日新闻7号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7号凌晨 暴雨已至雄本县49人死亡 一人心肺功能停止 11人失踪 日本气象厅预测 7号九州地区依然会有强降雨 气象厅已向九州期限36.9万个家庭 79.4万人发出紧急离家避险警报 呼吁警惕更大范围的河水泛滥 山体滑坡等灾害 据伊朗媒体日前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 已在南部海岸建立多个位于沿岸地下和近海的导弹城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表示 革命卫队海军遍布波斯湾和阿曼海 存在于敌人想不到的每个地方 此外伊朗还计划建立海军巴斯基民兵 将包括428艘舰艇和2.3万名士兵 革命卫队海军将密切关注穿越霍尔莫兹海峡的每一艘船 以色列国防部6号发表声明说 当天凌晨 以色列成功发射一颗名为奥费克16的新一代侦察卫星 该卫星已经开始在绕地球的太空轨道运行 并传输数据 以色列国防部说 奥费克16是一颗先进的光电侦察卫星 该卫星所具备的技术优势和情报搜集能力 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以色列是全球13个具备发射同类侦察卫星能力的国家之一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地球之急旅行破冰船南极型 在我们东南卫视一经播出 引发了热议 在本周二 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播出的第四集当中 北京号破冰船起航后状况不断 航海菜鸟们遭遇了晕船的危机 首次紧急集合演练 就有队员却被惩罚 不允许参加后面的演习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船员们 如何在张新宇和梁洪夫妇的带领下 突破层层险阻的 北京号起航后的第一天 航海菜鸟就被大海吓唬住了 浪高三米 船身摇晃程度达到20度 他们遇到了航行的第一个考验 晕船 如果有人出现长时间晕船呕吐的情况 张新宇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 下一站下船 漫长的99天航行 西风带的考验只会更加严峻 他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吗 深夜时分 船员发现机舱顶部出现漏水 张新宇需要到后甲板上寻找漏水点 狂风大浪拍打船只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足落海 张新宇可以顺利抢修吗 破冰船航行的第四天 张新宇召集全船人员 进行首次紧急集合演练 有队员却被严厉批评 并被惩罚 不许参加后面的演习 这又是为何 比起这些意外 张新宇回忆起当初买船时的艰辛 更是感慨万分 更多精彩请锁定 东南卫视7月7号晚间 21点20分播出的 地球之急旅行破冰船南极系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儿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